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 可以来敬拜我们的主 并且在这边可以听祂对我们说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祢 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祢的面前聚集 并且也谢谢祢要对我们说话 我恳求亲爱的圣灵保卫师 在我们中间做工 让我们能够听见每一个人 都可以听见上帝对我们说的话 并且每一个人可以听懂你的话 并且能够遵行你的话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感谢主啊 真理堂过去这两个月 我们的主日讲台都在讲约书亚纪 约书亚纪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属灵征战得地为业 以色列百姓按照上帝的心意跟带领 他们进入迦南得着应许之地 为他们的产业 在过程中 他们遇到很多的战争 他们得胜了那些战争 他们才可以得地为业 这对我们是非常好的 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教科书 那么让我们可以学习 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 约书亚纪分成三个大段 我们看一下投影片好吗 三个大段 第一段是讲到战前的预备 是第一章到第五章 第二个大段是讲到争战得胜 是六到十二章 过去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已经讲过了好几讲 那么第三段是分地传承 是十三章到二十四章 这里面又有两个大段 两个小段 第一个是十三到十九章的分地为业 第二段呢 二十到二十四章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就是持守传承 那么到了这里呢 你可以看见 虽然以色列人已经得了迦南地 并且也已经分地为业 但是征战并没有结束 以色列的百姓仍然需要留意 怎么样才可以持守那些产业 并且去继续地去得上帝 要给他们的产业 其实基督徒也是这样 我们确实已经领受了上帝 丰盛的属灵的产业 并且还有更丰盛的产业 接着要去领受的 但是仍然有属灵征战 如果我们不警醒 我们已经得到的产业 可能会失去 而且也不能得到上帝命定 要给我们的产业 所以面对属灵征战 怎么样得胜 是非常要紧的 怎么样才可以持守 属灵的产业呢 怎么样才可以真的持守产业 并且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 更丰盛的产业呢 20章24章 告诉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要献身遵行上帝的道 献身遵行上帝的道 约瑟雅记里面有一个主轴 那个主轴就是遵行上帝的道 就能够征战得胜 得地为业 约瑟雅记第一章跟23章 头尾呼应 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什么呢 上帝要约瑟雅刚强壮胆 谨守遵行摩西所分布的一切的律法 这样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必顺利 因为上帝必与你同在 让你的征战可以得胜 而且你看约瑟雅记的 头尾的所有的这些征战里面 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那个模式就是 耶稣华小遇约瑟雅说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后面就是 于是约瑟雅就 就吩咐他的百姓开始有行动 所以这个固定的模式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能够得胜的关键是在这个地方 那包括他们过约旦河的方式是这样 那么他们打赢所有的战役也是这样 他们打赢了耶利哥城 爱城 还有南方联盟 北方联盟 所向无敌 连战皆解 战术不同 战略原则却是完全相同 那个原则是什么 就是听耶和华的话 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 那个城墙高的顶天 里面的军人身材高大 好像巨人一样 人数多得像海边的沙 圣经里面这样讲 但是他们因为听耶和华的话 他们就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这是关键 以至于在最后在21章45节那边 做了一个结论 就是什么 耶和华应许 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 一句都没有落空 都应验了 那么最后约瑟雅在他的遗言里面 在23章 在他的遗言里面 也再一次对百姓强调一件事 今天我们有读到23章第6节 说你们要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 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 不可偏离左右 环境战术可以千变万化 但是神的话永不改变 遵行神的道 是属于征战得胜的最重要的秘诀 那么在23章第6节到第7节这样说 23章第6节第7节这样说 所以你们要大大的壮胆 谨守遵行在摩西 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 不可偏离左右 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 他们的神 你们不可提他的名 不可指着他启示 也不可侍奉叩拜他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其实非常简单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你们要大胆地遵行上帝的话 你们要focus在上帝的话语上面 跟随照着去行 好叫你们能够不与当地的居民掺杂 掺杂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通婚 你们要好好的遵行神的话 使你们不至于跟当地的居民通婚 然后也不会因为通婚 就去拜他们的偶像 提他们神的名等等 那么其实基督徒得胜的关键 得胜的关键 不是靠自己努力改善自己的行为 而是借着相信神的道 跟随神的道 因为神的道就是神自己 遵行神的道 就是活在神的统在里面 就能够真正地在属灵征战里面得胜 基督徒的失败 常常是从轻忽神的话开始的 基督徒的得胜 也是因为他看重神的话 遵行神的话 那么我过去在加加各山堂 幕会的期间 有几年的期间 有一位李伯伯 来到加加各山堂 他是一位退休的一位教育的人员 那时候他七十多岁 七十岁出头 那么他们夫妻到加加的社区里面 来住在他的儿子的家里面 儿子的媳妇的家里面 他刚刚来的时候 就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震撼 他跟我说 他每天都有早上灵修成岛的习惯 他的成岛都是五点钟以前开始 五点到七点成岛 他要到教会里面来成岛 那希望我给他开门 让他进来成岛 五点了 那么我帮他开了一个礼拜 我就崩溃了 他的祷告非常大声 他跟他太太两个人 每天早上五点一定开始成岛 我给他开完门以后 我也睡不着了 因为他的那个声音非常大 两个夫妻两个人 哇 读神的话 祷告 真的是非常的火热 那么这个传道人 这个弟兄跟我讲 他说年轻传道人 要成岛 早上要早起起来祷告 我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李伯伯 四点半就要起来 对我来讲是太困难了 那么这个李伯伯 读圣经也非常的努力 有一次我请他分享 读一段圣经 他打开的圣经吓了我一跳 他的圣经 里面看不见印刷体的字 他写了 因为他年纪又大 他的圣经也不大 他写了很多读经的心得 在他的圣经里面 所以我看不清楚 哪个是圣经印刷体的字 哪个是他写的字 但是他竟然可以认得出来 实在是厉害 那么他每天不晓得读几张圣经 他天天地拼命地抓住圣经来读 那不但是这样 这个李伯伯 他传福音带领人 实在是不是盖的 他比这个年轻的传道人 比我那个时候还要猛的 他在那边一年多的时间 他开创了一个长青团契 你要说三个长青小组 从他们两个人变成三十个人 我为这个长青小组 也忙碌了一阵子 那么非常地感恩 我看见他实在是一个奇妙的 他每天祷告五个钟头 早上两个钟头 下午两个钟头 晚上再一个钟头 然后跟他太太一起就 九点钟一定准时睡觉 那么早上起来侍奉 这个李伯伯 我实在看见 他是一个充分 非常得胜的一个人 那么他的儿女 抢着要他去住他们家 他有三个孩子 一个住在台北 一个在台中 一个在国外 我好几次听到他的儿女 冲突 吵架 就是说 你怎么让爸爸妈妈 住在你那边那么久 你要独占他们吗 你知道 我听见的都不是这样 我听见的是 很多年老的父母都很感慨 他们像皮球一样 被踢来踢去 你怎么住这么久 还不去那边 他们不是 他们是抢 你怎么还不来我这边 等等 为什么 他们无论到了谁的家里面 那个家里就带来很大的祝福 他们是一个充满了爱心的代道者 你知道 他们来到家家隔山堂 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至少对我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他们住到他的儿子的家里面 他的儿子也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他们抢着 要他们的爸妈妈去那边住 你知道 所以遵行神的话 真的是可以让人得胜 阿们吗 我们教养儿女 最要紧的是 把神的话给他们 把神的话给他们 我对我的三个孩子 在过去的岁月里面 我最看重的一件事 就是要他们读神的话 要他们背神的话 要他们思想神的话 他们寒暑假的作业 都是我出的 寒暑假的作业一定是读神的话 从最小的刚开始 认字开始 有的时候是读摩西五经 有的时候是读世福音 有的时候是读旧约历史书 有的时候是读旧约的 诗歌智慧书等等 反正就是每年都会变花样 然后他们读了以后 我要给他们有奖真达考试 那么后来我要他们背上帝的话 背上帝的道 背上帝的道 我想了一招 很棒的一招 就是我在厕所的门口贴上金句 印得大大的 每周一句 让他们背 因为我想 什么地方是他们在我们家里面 每天都要去的地方 每天都要看见 那就是厕所 所以有一阵子 我的厕所的门口 是金句墙 全部是金句 然后Family Time的时候 我就考他们 这是有奖真达 我的孩子很享受 读经 得到奖品的这个过程 非常的喜乐 我的三个孩子 后来的 他们在求学 在工作 在家庭 都能够走在神的旨意里面 而且在神的统在里面 我意识到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 非常大 特别是牧师的孩子 所谓PK Pastor's Kid 他们实在是 蛮有神的恩典 走在神的旨意里面 非常感恩 那么最近 我又听到 有一个妈妈 跟她的小孩 小女儿的一个对话 那小女儿才 小学一年级 我发现这个妈妈 是一个 她的信仰传承 做得非常的好 他们在睡前 这个妈妈 跟她的女儿聊天 聊到上帝跟魔鬼 那这个小女儿 竟然跟她说 她说我知道 魔鬼是要我们拜她 但是我不要拜她 我要拜耶稣 我们的儿童主持学 实在是教得非常好 那么后来呢 这个妈妈说呢 她又跟她聊到 这个上帝啊 魔鬼啊 还有罪啊 等等等等 这个小女儿呢 又问了一个问题 他们也讲到说 上帝爱每一个人 也爱那些 包括那些犯错的人 这小女儿就问说 那上帝也爱 某某某吗 这个某某某 就是他们班上 最调皮 常常被处罚 而且功课都不会的 那个同学 那么然后她说 上帝也爱 那个被罚战的 那个人吗 她妈妈回答说 上帝爱 上帝爱每一个人 而且上帝爱的 是这个人 但上帝不爱的是 他所犯的错 但是上帝爱 这个罪人 我觉得 这个妈妈是非常棒的 在做一个 很好的信仰传承 那么怎么样 可以属灵征战得胜 关键 遵行神的话 好 这是第一个秘诀 那么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则就是 活在合一的团队里面 这个也是从 约瑟雅记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约瑟雅记有另外一个主轴 是什么呢 就是团队 包括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 是全民一起过约旦河 十二个支派 每一个支派 还抱一块石头 放在河里面 作为证据 那么他们胜耶利哥的时候 是全民一起 你可以想象 他们打胜耶利哥的战术 非常的特别 全民 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人 绕着这个城 绕七天 最后一天绕七次 然后都不可以讲话 到最后 说可以讲话 他们就大声地误会 城墙就倒了 城墙倒是个神机 但是你看 这些人得胜是因为 他们顺服上帝的话 并且他们整个团队 同心合一地去做 你知道 不简单的 上百万人绕城 不讲话 那实在是不简单的 你相信吗 光我们这边 这一两百人 都不容易做到了 然后要喊 说大家一起喊 这也是不简单的 团队合一 是得胜的关键 那么 不但这样 在最后 二十章到二十四章 又讲到两件事情 也是跟团队合一很有关 一个是政坛的设立 一个是陶城的设立 政坛是这样 那么当时以色列人 他们得到的产业 分成约旦河东和约旦河西 约旦河西有九个支派办 约旦河东有两个支派办 在那边得到产业 那么这些在河东 得到产业的人 他们就做了一个坛 一个献祭的坛 那个坛很高大 看起来很高大 那么以至于河东 河西的这些人 就怀疑他们 他们是不是要自立门户 他们不再跟他们 合在一起 要自立门户 所以他们就来讨伐他们 也来审问他们 结果那后来他们分享 他说不是的 你看我们做的这个坛 跟耶和华坛 跟你们这个耶和华的坛的 模式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他比较高大而已 那么他不是为了献别的计 也不是为了献我们自己 要献的计 而是为了要做证据 不是要献计 是要做证据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坛 我们后代的子孙 你们跟你们后代的子孙 就可以知道 我们河东的人 跟你们河西的人 都是耶和华的子民 约旦河不能把我们分开 我们同属一个群体 我们都是耶和华的子民 那你可以看见 这个政坛明显的 就是再一次强调 他们是团队合一的 对吗 那你可以看见一件事 神的心意是团体的救恩 神的心意是团体的救恩 他要把丰盛的祝福 赐给教会 而不是赐给一个人 教会是什么 以福所书这样说 教会是能以和众圣徒 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并且知道 这爱是过于人 所能策度的 便叫上帝一切 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认识神的爱 并且得到丰盛的祝福 都必须透过教会 这个爱的团契 爱的团契 实在是一个奥秘 实在是一个奥秘 因为上帝的本性如此 他就是要透过爱的团契 把他一切的祝福 彰显出来 所以你看 我们祷告 我们的祷告的生活 一个人祷告 跟一群人祷告 就是不一样 对吗 一个人祷告 跟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 就是不一样 一个人读经 跟一个小队一起读经 也是不一样 那么 我们以前推动 这个一年读经一遍 每一次 年初的时候 都有好多人参加 几十个人 七八十的 甚至上百人参加 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真的读完的人 大概连七个八个都不到 十分之一都不到 常常我们开玩笑说 他出不了埃及 不是读不到启示录 他从创世记读到 初爱的记 就死在那里了 但是在小队里面 一起读经的人 这几年 我们的圣经重览班 你看见 大概有八九十的 八九成的人以上 都可以读完一遍的 为什么 他在小队里面 彼此的激励 一起来读经 所以你可以看见 团队是非常不一样的 是一个得胜的关键 那么爱的团契 不但能够带来 很大的祝福 爱的团契 其实 爱的团契 教会本身 就是上帝 要赐给我们的产业 因为他就是永生 爱的生命的 一个呈现 那么他本身 就是神的产业 所以我们在RPG里面 两三个人的 这种的祷告里面 可以看见 上帝非常丰富的祝福 非常丰富的祝福 那么再来就是逃城 逃城是怎么一回事 逃城是摩西 早就已经在生命纪里面 吩咐他们了 他们要设立 进到迦南地以后 要设立逃城 让那些无心杀害人 就是过失 或无心杀害的人 可以逃进去 因为以色列人 有一个规定 就是如果有人杀了人 那么这个被杀的人的家人 可以去报血仇的 可以把那个杀人者杀掉的 但如果他是无心杀的人 他就可以逃到这个逃城里面 不必 不可以再追杀他 他到了城里面以后 他要接受审判 如果他是故意杀人的 那就要把他送出去 交给那个报血仇的人 来把他杀死 如果他不是故意杀人的 他就可以住在逃城里面 但是他不能离开 一直到大祭司去世以后 他就算神无罪 他可以离开城 会让他的家里面 平平安安 不会再被追杀 这个逃城的意义是什么呢 逃城对于以色列人 得到产业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人是团队承受产业 而且那个团队 基本上也就是他们的产业 他们如果关系出了问题 没有好好处理 那产业也得不到 对吗 那就会带来很大的混乱 特别是那种杀人的 非常严重的这种的冲突 所以如果他不是故意杀人 他不是故意杀人 他又被死者的亲属杀了 然后他自己的亲属 又去把那个杀他的人杀了 你看看 这会带来多么大的混乱 冤冤相报 何时了 仇恨的问题 非常破坏团队的 所以逃城是用来 阻断这个仇恨的问题 让他们不会因为 相咬相吞 就自我毁灭了 如果没有解决仇恨的问题 会失去产业 那么后来我们看见 《诗诗记》里面记载的 《诗诗记》说 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任意的犯罪 任意的仇杀 甚至你看到后面 一整个支派 就是遍阳里支派 差一点被消灭了 12个支派里面 消灭了一个支派 为什么 仇恨会使人失去理智的 但是你可以看见 以色列人得到这个产业 真正的得到 完全得到的是大卫王 因为大卫带来一个很大的合一 他跟整个以色列 12个支派完全合一 然后他们得到神所 给他们的所有的 迦南美帝 所以团队跟得到产业 是非常重要的关系 那么逃城呢 是要来解决 这个团队的仇恨的问题 让他们不会因为仇恨 而失去上帝的产业 其实逃城就是预表耶稣 遇到仇恨的问题呢 逃到耶稣里面 就可以解决 因为圣经说 耶稣说 我就是你们的和睦 我就是你们的和睦 他的血已经废去了 所有的冤仇 逃到耶稣里面 用信心支取耶稣 那个饶恕的恩典 就能够彼此饶恕 彼此和睦 冲突 苦读 不饶恕 可能会让人失去产业的 那么靠耶稣 支取他的饶恕的恩典 我们可以真的 彼此饶恕 可以得着产业 那么耶稣 曾经这样说 在路加福音 耶稣说 如果有人一天七次得罪你 他由七次回转说 我懊悔了 你总要饶恕他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在想 谁会那么白目呢 一天七次得罪我 早上两次 下午两次 晚上两次 睡前再一次 谁会那么厉害地得罪我 其实很简单 一定是你旁边那个人 对吗 跟你最close 最亲近的那个人 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 你的同工等等 但是耶稣这样说 意思是什么 就算他一天七次得罪你 真的做到了 你还是要一天七次饶恕他 耶稣的意思是什么 耶稣意思不是要给我们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的指令 耶稣是要告诉我们说 其实你是有能力做到的 因为我给你足够的饶恕的恩典 在祂的里面领受饶恕的恩典 让你可以做一个死人和睦的人 让你可以去饶恕 应该是这样说 耶稣说这句话的命令的意思 就是说 You can make it You can make it 那么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我过去好多年前 我有一次跟我的一个同工 发生了冲突 我们也沟通也和好了 也彼此的饶恕了 祷告了 但是 我的里面 隐隐约约 还有很多的 很不好的东西 其实我里面是很怨的 很怨的 但是呢 我觉得已经处理完了 就算了吧 我就假装不知道 我自己还在怨 我把它放在我的心里面的 最深的地下室的房间 把它锁起来 我以为我不知道 上帝也不知道 就平安无事了 有一次我在台大散步祷告的时候 突然之间 那一天不晓得怎么回事 突然之间 圣灵对我说话 圣灵说 你要怀孕到什么时候呢 你要怀孕到几时呢 哇 惊醒了我 知道吗 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件事 上帝知道 我还在怀孕 我自己也知道 其实我假装不知道 我知道 上帝知道 而且上帝跟我说 你要怀孕到什么时候呢 那一天我在神面前 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祷告 其实饶恕 并没有很复杂 饶恕什么 是免了他的债 因为耶稣免了我们这么多的债 我们用耶稣免了我们债的其中的一点点 去免了别人的债 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就跟主说 主 对不起 我没有原谅他 但是我现在跟你说 我原谅他 一笔勾销 他不用再还了 我免了他的债 就这样 那一天祷告完了以后 我的心里面真的是海阔天空 好像耶铃大道的那个天空一样 非常的清爽 非常的清爽 我跟这个同工之间的关系 一切的阴霾统统去掉 其实我没有原谅他的时候 很多地方都是卡卡的 都是卡卡的 比方说我看一下他从这边过来 我从那边就走掉 比方说他的服饰 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我心里想说 有什么了不起 等等 你知道吗 但是饶恕以后 关系恢复了 我们可以一起去得地为业 阿们吗 OK 好 那么团队 活在合一的团队中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秘诀 那么第三个秘诀 是什么呢 就是重新立约 侍奉神 重新立约侍奉神 在二十四章 约斯亚带着 以色列的百姓 跟上帝重新立约 约斯亚这个时候 已经超过一百岁了 年纪非常的老迈了 那么他也知道 他年纪将要 年纪将重 然后他带着以色列的百姓 好好的跟上帝立约 让他们以后可以继续地 遵行上帝的道 那么他先述说 上帝是一个守约 是慈爱的上帝 讲到以色列的历史 上帝拣选他们 拯救他们 并且在旷野达救他们 并且带他们过约旦河 进入迦南 征战得胜 得到迦南的美地等等 他诉说完了以后 他就挑战以色列的百姓 跟他们说 你们是不是愿意 诚心实意专一的 侍奉约华上帝呢 他让他们做出明确的选择 他说你们也可以不这样选 但是你们要选择 你们要侍奉偶像 就是你们列祖的那些偶像 或是你们要侍奉上帝 二选一 没有第三个选择 你们要选哪一个 那么百姓的选择非常清楚 百姓回答说 我们断不敢离去耶和华 去侍奉别神 我们一定必侍奉耶和华 因为祂是我们的神 说得非常好 但是越斯曉好像还不放心 越斯曉接下来再跟他们说 更深地挑战他们 又是想说 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我知道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因为祂是圣洁的神 是祭邪的神 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祂是圣洁的神 是祭邪的神 那么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 意思是这样 你们现在没有选择 侍奉耶和华 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你选择要侍奉耶和华 你们就不可以再去拜偶像 你们要专一地侍奉耶和华 如果你们现在选择侍奉耶和华 以后又跑去拜偶像 请你们留意 耶和华在赐福之后 他会降祸 将你们灭绝 将你们从这个地上灭绝 你们比原来不侍奉耶和华还要糟 你们要想清楚 你们是不是要真正地侍奉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是一个圣洁的神 祂是祭邪的神 那百姓的回答也是非常清楚 这一来一往复面 他们其实他们很清楚地觉得 他说不然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说好 这是你们的决定 那你们就自己做见证吧 他们说我们自己就是这件事的见证人 所以耶和华在那边就当场跟他们立约 把约书写下来 放在会幕圣所里面 并且立石为证 你知道那一块石头还在 我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 就看到那一块石头 这么多年了 考古学把它挖出来 就在世间两个山 地利心山跟以巴鲁山的中间 一个废墟 一个古庙的废墟里面 有一块破旧的一块石头 上面写着约士雅当年跟百姓所立的约 那么实在是奇妙 那么因为这个立约 所以在约士雅在世的时候 以及约士雅去世以后 那些看见神作为的人 他们都侍奉耶和华 这个立约已经是第四次的立约了 为什么要这样重复的立约 他们在西乃山上 在摩西摩亚平原都立过约 甚至在事件也曾经立过约 就是他们得胜耶利哥跟艾成之后 约士雅带着他们跟神立约 又过了十多年 再一次在事件又一次立约 为什么要立约 而且要跟神重复的这个立约 其实立约不是为了上帝 立约是为了神的百姓 神是信实的 他立的约绝不会更改 但是神的百姓却不是这样 对吗 创至第三章 创至第三章以后 堕落的人类 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去敬拜有形无形的偶像 特别是无形的偶像更是要命 比方说金钱 权力 性 种种错误的价值观 人虽然立的约要侍奉神 但是非常容易跑去拜偶像 那么 神为了 神让我们用这种看得到 听得到 感觉得到的一种方式来立约 实在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让我们能够向神许愿 并且神也会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得着 祂的信实的能力 跟祂立约 活出信实的这个事奉 那么立约的目的是要事奉 是要活出事奉 约瑟亚说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这个事奉在这段圣经里面 重复了13次之多 事奉是我们得到拯救的最终的目的 就像上帝对法老说的 他说 让我的百姓去 好 事奉我 但是有人会怀疑 事奉常常会遇到属灵征战 那这样子我们还要事奉吗 常常会有点犹豫 要不要去事奉 但是事实上 事奉正是打赢属灵征战的关键 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事奉 第一个了解什么是事奉 事奉这个字 在旧约在希伯来文里面 跟敬拜是同一个字 事奉或者敬拜 那么什么是事奉或者敬拜 你知道 事奉或者敬拜 不是一两次 比方说我们担任 教会的崇拜的招待 这是一个事奉 对吗 那只是事奉的一个小部分 敬拜也不是说 就是每个礼拜天 花一个半小时 到教会里面参加主日崇拜 在这边读经 祷告 唱诗歌 听讲道 奉献等等 这是敬拜 但这不是敬拜的全部 真正的敬拜是什么 其实我宁愿这样讲 敬拜或者事奉 它是一种生活 它不是一个节目 它是一个生活 这种生活是24期的生活 一天24个小时 一个礼拜七天 都可以活在里面的一种生活 这种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 这种生活简单的说 就是它是一个遵行上帝的话 在大大小小的世上 遵行神的旨意 的一种生活 也就是说 它可以放下自己的意思 去爱神 去爱人 这就是敬拜和事奉 这种的事奉 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要做的 那么还有 属于征战在征什么 刚刚我们在讲 事奉会遇到属于征战 那我们要了解 属于征战在征什么 属于征战 不是说我们遇见灾祸 我们在事奉的时候遇见灾祸 遇见困难 车子坏了 生病了 或是受到攻击 我们说这个是属于征战 其实属于征战 真正要征的 不是这些东西 属于征战要征的是什么 属于征战要征的是 上帝赐给他的百姓的产业 魔鬼想要把这个产业夺走 这是属于征战的 这个目的和内容 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是什么 就是永生 永生就是爱的生命 那么永生有两个部分 永生是上帝的应许 永生也是上帝的命令 上帝把爱的生命给我们 我们得到了神儿子 爱的生命 这是永生的一部分 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 另外呢 我们也把这个爱的生命活出来 这也是永生的一部分 也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 那属于征战 仇敌要征的就是 让我们得不到神的儿子 或是失去神的儿子 这个永生的爱的生命 或是呢 让我们不照着神的旨意 去生活 去活出爱的生活 那么这就是 属于征战的这个目标 所以你就知道 既然我们知道 事奉就是遵循 神的旨意的生活 那么属于征战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夺走 所以你就知道 你侍奉正好是 打赢属于征战的方法 对吗 侍奉正好是 打赢属于征战 最重要的事情 让我们能够持守 永生的产业 并且更多地得到 永生的产业 爱的生命的产业的 就是我们的侍奉 就是我们的侍奉 麦肯金牧师 他是一位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 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校长 这位牧师 在他56岁的时候 他的妻子得了艾滋海默症 他们的年纪并不是很大 但是得了这个症 他面临一个抉择 他是否要放下他的工作 全心照顾他的太太 当他的妻子 越来越严重地 遗忘许多事情的时候 麦肯金牧师 正是在他侍奉的高峰期 他当时做圣经学院的校长 已经做了22年 他有接不完的演讲的邀请 但是他当时做了一个 非常惊人的决定 就是他要辞去校长的职务 全时间照顾他的妻子 后来他照顾妻子 12年 一直到他妻子去世为止 当时有很多人不了解 他为什么做这样一个决定 甚至也劝他 跟他说 其实你可以 再做几年 八年十年你就退休了 而且你可以把你的妻子 送到安养院 他会适应那边的生活等等 但是他说不要 他说他会做这样的决定 是因为他发现他的妻子 越来越需要他 并且他发现没有人 能够像他这样爱他的妻子 他说我这个决定并不困难 因为42年前 我已经在婚约中做了一个承诺 在婚约里面承诺说什么呢 就是无论疾病或者健康 富裕或者贫穷 我都要爱他 照顾他 呵护他 唯有死亡 能够使我们分离 他说你们 可以有别的牧师来牧养 但是我的妻子 他只有我这一个丈夫 可以陪他走完人生的 最后一段路 后来麦凯金牧师 真的就辞职 在家里面 全时间地陪伴他的妻子 照顾他的妻子 那么他越来越少 公开地传道 在他的书里面 他写了一本叫做 守住一生的承诺 这本书 非常有名的一本书 那么 他说他自己 会有蛮多的 在工作上的失落感 但是 他越是这样做 他越发现一件事 他发现 他跟他太太之间的爱 更加深入他们的心地 他说环境的限制和枷锁 反而使他们的爱 成为一种 用言语无法形容的 释放着爱 那么 反倒让他们更亲密 连结在一起 这个麦凯金牧师 他真的照顾他的妻子 十二年 一直他妻子过世 他过去几年 这个牧师 才刚刚过世 这个牧师的 所守约的侍奉 实在是令人感动 实在是令人感动 那么 其实立约 就是让信实的主 透过我们 与上帝立约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放下信实和忠心 让我们能够信实的 侍奉到底 甚至 我们的子孙 也能够代代相传 信实守约的 传承 侍奉下去 正如约瑟雅所说的 他说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 侍奉耶和华 阿们 怎么样可以 持守属灵的产业 有三个秘诀 第一个 献身遵循上帝的道 第二个 活在合一的团队里面 第三个 重新立约 侍奉神 今天神给我们 一个新的机会 让我们重新来到 神的面前 跟祂立约 让我们可以活出 爱的生命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请大家 默想一下 刚才所听到的道 你有献身 遵行神的道吗 你有认真的 读神的话语 并且认真的 遵行神的道吗 你有活在一个 合一的爱的团队当中吗 在你的家里 在你的职场 在你的教会 RPG当里面 你有积极地 更加相爱 同心 去分享爱吗 你有解决 你们中间的冲突 用饶恕 用认错 来解决 你们中间的冲突 使你们更加 合一相爱吗 也许你需要 有悔改的地方 我们一起来到 主的面前 有哪些地方 你需要悔改 需要改变的 向主 发出祷告 向主发出你的许愿 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立约 今年 你要尾身在 哪些的事奉里面 特别是爱神 爱人的事奉 你今年要尾身在 哪些的事奉里面 向神许愿 让上帝来帮助你 在2023年 让你能够活出你的永生 可以得着更大的祝福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的恩典 主啊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 可以持守 你所给我们的祝福 持守 你所给我们的产业 就是要献身 遵行你的道 并且活在 合一的团队里面 并且能够跟你 重新立约 主啊 我们来到你面前 恳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对你的话语 有更深的渴慕 让我们更认真的 来读你的话语 在今年 好好地读你的话 并且遵行你的话 并且主啊 我也恳求你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 爱的团契 合一里面 能够更加地显出 上帝的爱 跟祂的同在 主啊 让我们解决 我们中间一切的冲突 并且更加地 同心相爱 可以去分享 爱的生命 主啊 还是要在你面前 立约 主啊 带领我们所有的 弟兄姐妹 今年 能够在爱神 爱人的事后上面 更往前进一步 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每一个人 在今年的爱 经的事奉当中 能够活出你永生的心意 谢谢主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